大家好,我是小儿言 完了呢,写了一个词 叫做赶紧杀绝,送给我曾经的师傅赵磊 在这里澄清几个事情 第一,我从来没有管大哥要过签约费 我也在这里再次的 跟大哥道歉 对不起,没有去工会 还有一点呢,他说 我前师傅赵磊那里说 我抛弃弃子 首先第一点 有个孩子,我没有弃子 孩子我还得抢 但是我现在正在离婚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网上跟人聊 就在网上瞎聊,但是聊的内容 我觉得突破了我的底线 就拿一句来说,他说的一句是 如果我带着孩子去找你 你要不要我,然后对面说要不要 完了呢,我觉得突破了我的底线 然后我就要和他离婚 你要说我抛弃的话,那我也不能 我也觉得不算 你要说我弃子的话,孩子我还得抢 我也不算,我还有希望 你下次说我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底线 好吧,然后呢 一首词啊,叫赶尽杀绝 送给我曾经的师父 你看全歪歪的主播都不理我 都封杀我 都穿着拉黑我 大哥我对不起 大哥说的永远都是对的 嗯,大哥这本我是真对不起了 然后这有词送给你啊 对吧 大哥生气了,你第一时间第一个拉黑我 我的好师父 送给你啊,好难啊,真的好难啊 当写的可能会磕吧 再为你写几句 祭奠我的相遇 这一杯酒性回忆,那这一杯酒撒在地 想把我抓得更稳 然后说我忘了稳 好有道理的口吻 那这一次你真是狠 翻新滑了几颗 有苦我都不能说 过了这场风波 那大哥还是我大哥 大哥说我我认,就让我人生固分 就让我慢慢的混,让天下人都不问 你终于对我出手 打到我失去所有 你的心就这么丑呢 路都不让我走 先把我诛出师门 说我是背叛之人 你见好了我的烦恼 我也留你一道痕 这一次脸皮撕破 我不是最后一个 继续看你这么做 我看你所有的不闪烁 你的道德底线 请你再刷新一念 所有的情你都不念 你从头到尾就是骗 怎么大了可笑 你仅剩的骄傲 看不清你的容貌 那怪我太过年少 就算全都瞎了眼 看不清你的嘴脸 小人羡慕的太阴险 那谁都不懂身前 几百万曲儿陪玩 那刷得我都心寒 那个第一你慢慢还 此后我侄子不谈 如果你如你所愿 把我的前路斩断 就让别人慢慢看 那我不信你说了算 想要把我孤立 让所有人都放弃 突然懂了这一戏 那师徒行一算个屁 整整三年的走户 到无心你一招负 要我跌了吃烟处 也没给我留一条路 就让我依外涂地的书 尽不得这皇都 就让天下人为我哭 再要走回这匹夫 哎呀 真是不个词啊 刚写出来的 可能会有些 运脚什么呢 还有些不对啊 听吧 送给你啊 也感谢我师父 这个不是干你 说的也都是事实 我希望呢 我不做不出来那种 背叛师父的事 但是我是被逐出师门的 好吧 而且逐出师门的时候 你让全歪歪都封杀 我让所有主播 窜动着又拉黑我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朋友多 可能这个YL就到这了 这种词就送给你 希望你越来越好 好吧 送给你 车银 pains vergess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